我在下面挡秋千 就是一下横摆出去两三米 挡尾挡回来之后 我刚好一把豪出了 我们是7点44从大连机场起飞 然后到现场一看之后 它那个船是碎了 漂浮在那 驾驶楼全部碎了 可能就是被风浪打的 团上有6个人 有5个人已经是被出镜的船救了 但是它好像是没来急 跳下去吧 然后它就巴着那个桅杆 可能出现低温症了 它已经失去了招手的能力了 我们5个人开飞机有两位 一个脚车手 两个救生员 脚车手指挥飞机慢慢配合 慢慢地蹭过去 把我放到那个桅杆的附近 第一次是没抓住 我在下面挡秋千 就是一下横摆出去两三米 大概有20度左右 倒回来之后 我刚好一把豪住了 然后就是顺着这个肝刃滑下去 那个人手都已经松不开了 因为它冻僵了嘛 轻轻地给它掰开 然后慢慢地给它套上 救援套 给个就是大拇指向上 那手号 脚车手就看见了 又回收我 没有听到什么 又被读寻了 这本身的买惨 就是大拇指向上 那边去担托